由书法名家一一为民众写下新春新希望 拥有百年历史的草屯镇龙的庙 举办春联会好活动 谢民众排队讨吉利 期许新的一年有新的气象 笔记不同很漂亮 很感谢我们龙德庙办这个手写春联的活动 请到了四位老师 那手写春联当然是比外面买的 第一个比较有温度嘛 另外我们可以学我们自己要的 比如说像我手上这个就是做生意用的 草书历书及凯书等书法加书役各有千秋 民众可以自行选择喜爱的家具请老师书写 春联会好活动分为两天来办理 希望乡亲带回吉利喜庆的赫年春联 象征除旧步行外 也让更多人欣赏传统艺术书法之美 每年的过年前都有办一次 欢迎大家来 因为庙里是服务为目的 服务给大家一个方便 龙德庙借了这一次写春联的活动 然后我们推广了龙德庙本身有一些活动 包括书法班美心局势 今天由林老师带领的有文化学生文化课的老师们都一起来写春联 桌上放满着等待末干的春联 拿到春联的民众都相当开心 县远唐晓芬表示 银春娜服饰民间春节传统习俗 此活动让民众能够就近参与也结布文化意义 那由我们现场的民众自由的来选取的词句 那现场由我们的老师来做一个书写 那希望说在过年前农历年前 让大家能够家家户户能换上新的春联 迎接未来新的一年 那现场也看到很多民众一早就来这边排队 等候老师的一个辉豪 那龙德庙也非常的用心 祝福大家在新春的一年都能够事事顺心如意 藉由上新的春联能够带来 焕然一新的一个感觉 春联会好活动已连续举办多年 广受民众好评 庙房表示书法是中国固有文化 欢迎有兴趣学习书法的民众 报名参加书法班的课程 记者洪一伦巧屯采报报道